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M大家好,感谢收看丧老师们带来的DOTAL直播比赛解说 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STAR LADERA连赛,全新连赛第三赛季的比赛 那么今天的比赛呢是一天啊,今天一天是四轮比赛,把所有的败者组都打完 所有的这个败者组打完,那么来看看这场比赛对战的双方选手是由 TNC对战IGV,那么也可以算是我个人看来在本届联赛当中实力最差的两支队伍 TNC呢,虽然说他算是一个在最近的比赛,张东经常是被大家认为是一个黑马 但是他这个黑马呢,也只能是停留在这个 如果说啊,1G,OG这些队伍算是国际一线的话 那么这支队伍里面只能算是在二线队伍里面,他可以充当个黑马 在和一线队的这个比赛当中,他的胜率还是比较低 IGV打国外的队伍 有赢过吗? 就是在国际大赛上面,IGV打国外的队伍有赢过吗? 好像,我反正印象不深,我反正印象不深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BP吧,我们就不多说别的了 TNC这场比赛一上来是搬了一个Dogfight的影次 还有三号位的黑衔,IGV则是搬了个小强杀王 连续搬各种三号位 抢人方面IGV一手是抢了一个德鲁伊 那抢了一个德鲁伊 抢了一个德鲁伊的话呢,对方是直接掏出了土猫家人大鱼 这样的话呢,防止你再继续往后边搬这个三号位 所以我先把大鱼给拿了 如果还能再拿到其他更好的三号位的话呢 我再打三,大鱼去打四 如果拿不到呢,我就他的是用大鱼去打三号位 所以这个保留了一个可以改变的点 回来到直播间观众问题 身高减去头部高度就是我的智商高度 那完了,那完蛋了 我我你你这个肯定不准啊 你这个这个肯定不准啊 那你这么说的话,姚明的智商得多高啊 对不对 这个肯定不准的,不可能用身高去减去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那那个谁对吧 四四也怎么办 啊,你郭敬明怎么办 郭敬明还有智商啊呢 郭敬明现在应该是,应该是 他残障,残障而同了,那就得是 那看一下后续的这个BP啊 TNC是三四手搬了一个蝙蝠,搬了一个 搬了一个硬膜 我根本没懂 你不能说的那么隐晦 我跟你,我在解说比赛 你不能说的那么隐晦,咱们直观一点 没有那个智商隐晦啊 IGV是在三四手 IGV在三四手搬了一个火枪 搬了一个火枪,用这个德鲁伊搬火枪 算是一个常规的搬人 而且对方也挺有意思的 对方在看到你拿德鲁伊以后 也没着急去抢这个火枪 IGV在三四手拿了一个老陈 拿了一个人马 这场比赛IGV这个阵容拿的还是比较 应该说就是体系很明确 也没有去藏着掖着的很明确的一个体系 就是,我就打的很简单 很简单的这个战术体系 就是用德鲁伊的输出 然后其他的阵容全是防冲脸 人马防冲脸 老陈防冲脸 拉比克一定程度上防冲脸 然后TNC的这个阵容呢也不冲脸 他拿了一个第三手拿了一个冰女 第四手拿了一个蚂蚁 拿一个蚂蚁跟你打持续输出 拿大鱼跟你打持续消耗 然后土猫去配合 这场比赛TNC其实如果不考虑 他现在缺的是一个中单位的话 他其实真的应该挺 就要拿一个黑咸的 如果这样比赛TNC再把这个冰女 换成一个黑咸 或者是把大鱼换成一个黑咸 应该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 反面有直播观众让我介绍一下TNC啊 这个队伍 这个队伍我这么说吧 这个队伍是重新组建的一个队伍 之前在 是TI吧还是春季赛上面 不 秋季赛 忘了TI还是秋季赛上面的 当时是扮演了个黑马的一个角色 不过 打完了一戒以后呢 就黑马了一下 黑马完了以后 马上就整支队伍都解散了 可以说是 也不算 当时是五个人全都离队 全都离队 然后呢好像最后是留下来的两个人 我记得是他们的一号位和三号位 还是中单和三号位 我记不太清楚了 然后其他的人都是重组的 重组的这帮人呢 也没有特别多的名气 反正我都不认识 我而且在网上查不到这些人的信息 所以你让我去介绍这支队伍的话 确实能够查到的数据太少了 我也不是这种像人家有专门的那种数据分析员 有这种特殊的消息来源渠道 咱们也没有这种东西 所以呢能够了解到的信息不多 希望大家能够调解它 希望大家能够调解它 小鱼这个英雄最后一手 我个人感觉拿的还是蛮灵性的 虽然他们已经拿了一个德鲁伊 但德鲁伊这个英雄首先他可以中 而且德鲁伊这个中单 他打任何英雄都不吃亏 甚至包括亚龙 他打中单的话 因为小熊的存在 他打亚龙都没有问题 所以他打任何英雄都不会吃亏 就是说白了你只要德鲁伊的你的熊的CD时间 还有熊的血量你控制的好一些就没问题 因为熊可以在跟对方消耗到一定程度以后 第一你可以利用你重新召唤的这个能力 去把这个小熊重新召出来 然后继续跟对方去消耗 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利用小熊的这个传送技能 那么先回家让他补给 补给完了以后再传回来 然后呢这个在没有CD的时候 可以让他回家传回来 有CD的时候可以直接招新的 所以打任何一个中单 他都不会吃太大的亏 小鱼这个点如果将比在TNC的这个中单英雄 如果他的中单英雄不是很强势 或者说比较害怕这种静敏的中单的话 那么小鱼去打中也没问题 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这个IGV的德鲁伊加上小鱼的这个组组 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Liquid是这么拿过一次 就是Miracle的小鱼 然后马托巴曼的德鲁伊 TNC在最后一手拿出了一个伐木鸡 这个阵容也是很有意思 TNC只是队伍他们的整体阵容 他们的英雄拿出来的一般都是比较常规的比赛英雄 但是他们的阵容搭配的真的是挺葛的一般的 咱们有直播观众表示 我觉得这个本身不太科学说实话 我觉得像WINS这种队伍很好 真的很好 我就是四场比赛打20个 有的人觉得一年就玩一个英雄 我一年打一年的老头 我只用一个英雄是玩的开心 然后WINS就觉得我每场比赛用不同的英雄是开心 那这个东西就是看你怎么对这个游戏 你怎么去理解玩的开心就好 OK 那我们 Raven的这个蚂蚁中单的小...中单的小域 比赛这个1号位蚂蚁中单小鱼 中单小鱼这场比赛如果... 哦不是 我说错了 中单法姆姬 我这边酷酷的中单法姆姬 中单小鱼一下了 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在想什么 看一下这个IGV这边的分人 拒绝者的小鱼 拒绝者的小鱼Skada的这个德鲁伊 这种中单的德鲁伊去配合1号位小鱼的话 这两个人应该换一下 应该让Skada去打小鱼 让这个绝者去打德鲁伊 因为这种组合的话 你的德鲁伊是要刷起来的 Skada在这支队伍里面 能够拿到的这个经济 相对来说还是... 不那么高 没有那么高 刷起来的空间没有那么大 这两个人换一下的话 应该是一个更好的方法 这里神符方面呢是... 双方应该是各拿两个 下落这个神符还没有吃 不过一会儿过来一个人吃掉就可以了 我给他换一下 我给他换一下 他换一下 没什么优势可言 虽然说他很硬 但是你在前期 最起码在三级之前 你的血量还是比较捉急的 最好是用个大药 真的强行不晕大药就靠自己的被动回血的话 你很有可能在补刀方面会吃很大的亏 你只要敢上来补刀 我就疯狂的上来A你 你是耗不掉我的血的 你发布机是耗不掉我的血的 但我可以很轻松的去耗掉你的血 所以这个要赶紧运大药 这边果然是赶紧运了一个大药过来 如果他不运大药的话 他用这个大药可以让自己顺利的混到4级左右 4级左右的话 他这个反应机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些 没有4级的话也就意味着你没有勾 除非你3级都是1级勾1级皮1级死亡旋风 但你这样加点的话就会导致你的恶性循环 就是你必须要到4级才能有这个2级的 然后发自这个拉比克这个你就要死 让了Raven的蚂蚁在下路刚三的过程当中 去拿到对方拉比克这个1血 上路人马对大鱼这两个人呢 不会有太多的激情 一个4条腿一个没有腿 这两个人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剧情可言 这里酷酷想上来磨一波血 但是没有能够成功 从中国的补刀现在能够看得出来双方的这个堆线有明显的一个差异 德鲁伊现在11-2对方的发胜机只有8-0 所以这个补刀数上的差距还是很明显 发胜机在自己稍微等级高一点以后呢 像现在有2级皮了以后那么利用自己一个大药把血补满 那么接下来这段时间他的这个 哎这个应该要意识到对方过来人了 刚才下路刚三现在下路变成了一个人 这个中路肯定是过来搞中路了 这个小熊猫是看到了对方的这个土豪加冰玉 这两个英雄如果过来游德鲁伊的话 这个就游一次死一次 德鲁伊这个英雄面对这种人的时候完全没办法 而且这个德鲁伊在2级的时候选择加的是狂猛 而没有选择去加这个野蛮咆哮恐惧这个技能 他没有加吼 这个法姆基 这个法姆基现在仗着自己满级的皮 而且加的是一个2级的死亡旋风 来强行的去跟这个德鲁伊的耗血 吼一嗓子啊 把你吓跑 德鲁伊这个就是打的太侵略性不够强 他就是侵略性不够强 然后招备方面呢 现在也没有比较早的去做出来自己的这个 再接着追啊 接着追啊 一个人还能聊 NICE 你看这个就是德鲁伊在欺负这种近战型征单的时候 这个近战型征单一点办法都没有 躲开一下 想先的防止的转头给一个财 来一个普攻 再一个普攻 NICE 这波老陈在中路的这个职员给的还是非常的高位 德鲁伊在打对方的法姆基 其实任何一个远程英雄在打法姆基的时候 比较早的去做一个 相位鞋出来都是非常管用的一个道具 相位鞋这个道具 攻击力高 然后你打这个法姆基的时候呢 可以每一下攻击可以多打出来点伤害 这个就让他很难受 所以现在就是看等到德鲁伊做出相位鞋以后下路有没有人过来帮 有没有人过来帮 小鱼这里滚一下 土猫选择是滚到这边来去对付Dogfights这个拉比克 Dogfights这里给上一个网纳能力奥子 给冰做 小鱼有没有机会收割这一空血的冰女 一个残血的冰女 但是没有跳 他这个跳一级CD太长了 也没有队友过来帮忙 也没有其他的队友过来帮忙 其实对方下路这个钢三的人真的不厉害 因为全是脆皮 你像这个阵容就是在下路 对方这个人都比较脆的情况下 你应该让人马过来跟对面刚 因为双刃剑这个技能 在前期对对方这种脆皮英雄的一个杀张力 非常非常的可怕 这个冰女三级一共就580点血 这个人马现在 他的双刃剑一下325 两下你就死 满血两下就死 你根本就不敢往上硬伤 人马的血量都快 已经是快要到达这个冰女的一倍了 这里连过来 咀嚼者 咀嚼者这个小鱼 要死 你看就是没有对我来帮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 昨天前两天我出了一期那个 我不是出了一期中单的 两千歌中单赏金第一视角吗 当时就有好多观众说 这个就是你说是开黑虐菜 对面都不来支援 如何如何 其实有的时候你支援不支援 要看一下阵容 你是要看一下阵容的 那天的那个阵容 对面一个是一个小鹿 一个隐私 一个斧王 你就这种阵容就没法支援 它就不是一个打支援的阵容 它就是一个打分开带线去发跃的一个阵容 也包括这场比赛也一样 上路人马在发跃 下路小鱼 小鱼作为一个一号位 他走的还是优势路 被对方刚三刚的连线都不敢上 只能在塔下 在塔下待着 还要经常被对方越线强杀 越塔强杀 甚至在塔下干脆强杀 这个东西是完全要考虑双方的阵容的 我们单纯的说我 你看这个小鱼又要死了 这个又要死了 开死 又死了 对吧 你能说这个是IGV这帮人不会打 你能说这个是三千分的局 你这个一定要去考虑双方的阵容 包括我们看比赛也好 看第一视角也好 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就是看职业的选手如何去出丑 如果大家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那就只能说明一件事 就是你生活不幸福 需要看一看别人的更不幸福的生活 来一次让自己的心理平衡一点 但其实咱没必要 得上路的一塔被拔掉 下路小鱼继续回线上 就这种时候 你在自己一路劣势的情况下 那么一定 如果你没有办法在这路帮着找回来优势的话 那么最好的方法是在别的路打出优势来 因为小鱼这个英雄只要有了等级 说白了就六级以后 只要他主C在六级以后 他无论如何都能刷 提起来以后 一小时后提晕 一个技能双神剑 直接给上加小鱼的一个C 直接一波双杀 非常nice 咱们直播间观众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就是 让我先感谢一下我不是火星人送送的口鱼 这个比赛 关于中国队的这个未来 今天最少淘汰一个 最少淘汰一个 最多三个都有可能被淘汰 这轮比赛 GV如果输了就淘汰了 然后呢 在下一轮比赛 也就是这个败者组另外一边的 那个B组那边 B组那边第一轮也是这个 有中国队VGGOVGGO打Liquid 不是VGGO打Liquid VGGO打那个谁 打那个那个那个DC 那场比赛说实话我 我觉得有希望 我个人觉得有希望 这波开悟好像是当对面脸上开悟了呀 下路的这个小鱼开下C 因为现在已经有大招了 所以对方没有那么容易去击杀这个小鱼 下路的这个塔 看看怎么说 一个连接再一个普攻 反驳漂亮 老陈这个人带着一帮兄弟过来帮忙 上路的大鱼跟人马两个人等级都很高 两个人都是八级 隐身的一个土猫 这个老陈应该意识到了 老陈被卡了两下位 对方的土猫一脚石头 这里给上一个大波 被冰住以后没有大 这个老陈现在五级没有大 人马开一个大招 往前追 追死了对方的一个冰女 换掉这个冰女的话 小鱼开大直接选择TP MT给的这个飞盘稍微晚了一点点 没有能够成功 那这样的话是老陈和冰女的一波一换一 这个Dogfast的移速现在还是比较慢 刚才如果他身上是个绿蟹 这有可能就追上去下来了 但是补刀方面 目前你可以看到 这个德鲁伊的一个补刀 是有明显的一个优势 这个熊 哎呦我去 哎呦这下看得我真肉疼啊 这三百块钱给的 真的这三百块钱 看得给的肉疼 这没有这三百块钱的话 这酷酷的罚名机 现在才三千二百多块钱等于 一下变成了三千五百多块钱 经济方面下落的对方的 这个蚂蚁是全场第一 也杀小鱼杀的资助太多了 感谢北海幼儿园长赠送的两个饭团 酷酷的这个反目机 这波看一下 哎被绑住了 被缠住了 被缠住了 但是现在满级的皮 四级的皮 确实回血太快了 三十多点秒回 这个德鲁伊加小熊 两个人输出不太够了 被土猫滚过来 找到了一个Dogfast的拉比克 这个Dogfast的这个拉比克 说实话感觉打的 就是他的这个走位 走位还有这个意识 但是还是贴近于这种隐身系英雄的一个作为和影子 但是这波要不要强拆这个塔 没有塔房 哎开 有塔房刚开出来 他说这里好一嗓子 接着拆吧 这个要死啊 被减速一下 开狂猛 接着往后撤 这个塔还不能反母 只要这个车不进塔 这个塔就反母不了 但是要被车砸一下就能反母了 上路大鱼这个位置看一看 这里一脚石道 拉比克 拉住 土猫拉住 这波杀土猫就值了 杀到土猫杀到土猫 还有一个C吗 还有一个C的蓝应该已经够了 C的也好了 但是这波没有给上 不过好在是偷了一个缩地 这波拉比克表现非常出色 在被对方集火的情况下 偷到了一个缩地以后 直接是开缩地往后撤了一下 虽然自己没有能够成功 但是二打三的情况下 自己人没被杀 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 这个人马 这波想过去给个技能 但是人马的两个技能的抬手 他的踩和双身剑的抬手 都是比大鱼的这个踩要长 所以你走过去 想要用自己的技能去跟对方 去控制对方的话 这波还是比较僵的呀 伐木机过来给技能吧 这里开狂猫 直接往后撤 人马也给了一个大招 两个大波 再加上一个人马往前追 但是这个踩 应该是踩不到 移速不够 然后踩空了 踩空了 对方是相互掩护 往后撤一下 这里拉回来对方 哎 举伐木机回来 你这是要搞事情啊 这个举伐木机回来 这个真的是打不死的 这波伐木机扛塔 这个没中这个技能 看一下斯卡达的这个德鲁伊 这个德鲁伊现在身上的装备 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这里吃剩坛吗 不吃来不及了 吃剩坛也要死 省一个cd 那这样的话 被tnc直接冲脸冲歪了 宝泊全死了 德鲁伊也死了 这波雪崩 tnc这些队伍在冲脸方面 还是冲得很凶 这场比赛应该 要等小鱼去刷了 IgV这支队伍在劣势局的时候 唯一能仰仗的人就是小鱼 就是冲冶者这个点 说白了 不是小鱼 就是唯一能仰仗的就是冲冶者 他们其他的人在打这个劣势局的时候 都不是很擅长 他们尤其是中单位 他斯卡达这个点 他在劣势局的时候 刷钱刷的不够坚决 而且其他的队友 再去帮助自己的大哥 做警戒的这个方面 做的也不够坚决 这根马选择是跳到了这个树林里面 这些一刀采留住 一个飞 再给一个冰冰住 烈士局的时候 酱油位一定要去给自己的大哥创造空间 这个空间怎么创造 这个空间怎么创造 这个空间创造空间的方式 就是有的时候需要你去捐命 就是看所有的这种世界顶级强队 当他们这个局面在烈士的时候 一般是两种方法把这个局面打回来 一种呢是 分开带线 牵扯一下对方的这个注意力 然后集中优势兵力 去把对方这种去带线的人 分开逐个击杀 这个是在烈士局的时候 欧美队伍比较常用的一个套路 就是我先把线带出去 然后只要你的线上同时出现两个人 在不同的线上在带带线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会 在一个距离你其中某一路很近的地方 开悟直接过去抓你一波 这样的话抓个一两波回来 对方就不敢同态带线 只能是去抱团 你一旦开始抱团了 那么你扩大优势的能力就变弱 你没有办法很快的去扩大优势 不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找机会 把我这个烈士给打回来 这波姑婆直接瞄 漂亮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 你想把烈士打回来的方法呢 其实就更简单 就是你要靠大哥去刷 保证自己大哥的经济 然后呢 再保证自己 哎这条踩 没有这些人去放踩 这条反过来大鱼的一条踩 留住拉比克 拉比克这里是举了一手 临死之前 但是这个所有的人身上都挂着蝗虫 英女这波直接弄死 干的漂亮人马在这留住了一个 蚂蚁 蚂蚁这个时候开始发挥他最喜欢的一件 发挥他最擅长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种残局的收割 这种残局的收割能力 这一脚石头没中 这脚石头没中 刚才这种局面是小鱼最喜欢的一种比赛节奏 就你们两边都拼 拼完了第一波技能以后 然后这个时候我一个黄虫 你们所有人全中 我就开始慢慢找就已经收割了 蚂蚁最喜欢的一件事 这场比赛 蚂蚁选择出的装备是一个假腿 支配魔龙枪 天鹰剑 然后下这装备准备去做雷锤 也没有考虑去做这个 也没有考虑去做暗灭这个道具 像在昨天的这个比赛当中 呃好像是这个VGR VG狗 VG狗去打这个 VG狗去打Liquid的时候 就有第一场比赛是赢了 后来是第二场比赛吧 第二场比赛是第三场比赛 Liquid拿了一个TB 拿了一个TB出来 他们拿TB出来的比赛 就是特别明显的一场比赛 在烈士的时候 他们的酱油就是各种出去捐命 各种出去捐命 然后我确保我TB去 一个非常稳定的发育 就是我的TB的 经济一直保持 跟你的大哥经济差不多 然后呢 在一波团战的时候 找到一波团战机会去发力 然后让我这个大哥 拿到自己的关键制变装以后 跟你开一波团战 就让你自己在你自己认为 我现在是一个优势局 我的经济跟装备 应该有优势的情况下 但其实我的大哥 一直是咬着你的经济 我没有放开 装备跟你差不多 然后这个时候 我在自己 把所有的钱花光的情况下 就给你打一波 就一个跳踩 留住了斯卡拉的德鲁叶 这波要死了 马蚁往前追 人马开大往回掩护一下 漂亮 这一波冰女 这个大招给的位置 也非常不错 这个小鱼 这个小鱼 小鱼跟对方的冰女 完成了一波一换一 那这样的话 是小鱼目前打成了一波一换二 对方的大鱼也被带走了 刚才这一波 应该说人马开大 掩护斯卡拉的这个车退 还是非常的到位 看见Raven Raven的这颗蚂蚁 蚂蚁身上带着盾 猫过来放一个大招 对方三个人被拉出了沉默 这里在老陈给一个大招救一下 这里还在拿石头续吗 又续上了一个 这里赶紧吃一把圣坛 把自己的状态补回来 Raven's Middle Tower Sunter Attack 顾过的这个伐木机 这里看一下后排小鱼过来切 先秒这个伐木机 对把伐木机秒了 然后秒掉这个冰女 秒掉这个冰女 秒掉这个冰女 不要回头打别人 你就追冰女就行啊 在干嘛 把冰女追死就可以了 这个冰女是这边 这边持续留人的一个关键啊 这边对方这个蚂蚁 你不用理这个蚂蚁的 蚂蚁又有大招 又有缩地又有盾 你理他干嘛 直接把冰女追死就可以了 这个冰女是在内散开 适当的 一场冰女是在内散开 最后还会有点 最后还会有点 大招 对方的冰女是在内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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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下下装备是直接去做BKB 应该说巨学者的这点装备出的还是很机智的 因为对面这个阵容没有任何技能可以拿他的一个BKB有办法 只有一个大鱼的点灯 大鱼的点灯可以对BKB的目标释放 但是还可以被小鱼的C给解掉 这边伐木机的雪晶石现在是8点 雪晶石也没少掉 做了以后一点没吃到先掉了 下一件装备是先补了一个板甲 他没着急做装备先补了一个板甲 然后准备去出一把跳刀出来 人马现在是跳刀加上一个点灯头巾 小鱼距离自己的这个BKB还差600块 老陈是走了一个秘法没可能路线 拉比克的装备现在也不要说 连秘法都没有 蚂蚁在不到21分钟的时间里边 已经是达到了11000的经济 这个作为一个蚂蚁这个英雄 有这么好的经济 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 这个英雄本身刷钱就不是很擅长 其实小鱼这里撞卧漂亮 直接开引刀往回撤开C往回走 只不过小鱼是自己撞破了对方的卧 而且是没有被对方产生任何的一个消耗 Dogfest这个缩地的时间还有很长 Skada的德鲁伊一张TP直接回家 这段时间打的还是漂亮漂亮的 这段时间IGV这些人大脑很清晰 下路可以带 下路可以带 对方都在上路在逛街 下路这一大堆兵 对方没有人过来收吗 蚂蚁在上路露头了 蚂蚁如果在上路露头的话 这个下路可以稍微带一带 对方一张TP落下来的 蚂蚁一张TP下来了 但是TP下来以后 并没有直接选择过来去追对方的这个拉比克 估计是知道对方有缩地 估计是知道有缩地所以没追 蚂蚁一距离自己的这个大雷锤 差的钱还差 还差一千多呀这个 观众说我直播间的标题没改 我改了呀 怎么没改啊 我今天上线第一件事就是改直播间标题呀 对面的土猫现在身上已经是做出一把跳了 在有跳刀的基础之上下一站 然后我们准备去出一个疯胀 这类下路一塔被拔掉以后呢 土猫 土猫的这个位置有一个蓝胖子进去了 进去啦 跳刀走直接往后滚 直接TP 双方这个时候去采取换塔 TNC如果这段时间跟对方换塔的话 那这个是IGV最想看到的一个画面 你跟我换塔的话 我现在劣势 我劣势的情况下 你跟我换塔那肯定是我赚 土猫直接滚出来想留人 但是第一架没滚中 被对方举起来了 大约这里跳 法姆基再往左侧再跟 这里有一脚石道踢中 斯嘎拉的德鲁伊 这个德鲁伊 这个德鲁伊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开始TP 队友都走光了 拉比克都走了 这个德鲁伊没走掉 刚才我没有来得及去看这个德鲁伊的TP 是往哪个地方剔的 我怀疑他是不是可能跟队友剔虫了 他能跟队友剔的是同一个位置 导致自己的这个TP时间太长了 队鲁伊可过来以后 刀快色为对方追上以后直接秒 这样的话 TNC这波是可以考虑去耗一波高地 可以考虑耗一波高地 反正这个 上来直接跳踩 秒掉老陈 看这个高地要掉 这还不是耗的问题吗 高地如果TNC打得凶一点的话 有可能直接给你拆了 关键是现在这帮人全有大 就一个土猫没打着 但是土猫也不是很需要大 小鱼也过来 先怼一波这个蚂蚁 蚂蚁开大 小鱼开起BKB 也出来刚一波 但只有自己一个人 你这波打了半天 就小鱼一个人在前面输输 这个BKB也结束了 对方这个时候很开心啊 我在你高地下面 你的BKB没了 林CR稳了一波 稳了一波全天空 这其实这个时候可以打 这个塔是可以耗掉的 因为对方的小鱼BKB已经没了 对方其他人也并没有什么质变装 人马是多了一个风胀 人马是跳刀风胀 加上一个挑战 这里直接开一波雾 开雾这个位置 没有对方的假眼 是对方的一颗真眼 对方这个地方是有真假眼 这波开雾要撞 要撞双方都开雾了 撞过来人马 这一波雾 对方这里是插一颗真眼 小鱼这个位置 小鱼这个位置 看一下正面 被对方土猫从侧面给包过来了 那这样的话 小熊好一嗓子 第二时间给的好 给了好友的聚绝者 出来有时切对方的一个冰女 冰女临死之前 放了一个大招 没死这个冰女 还配合对手 反杀掉了对方的一个小鱼 这里叫跳杂 踩住你的小熊猫 看一下兜里 有没有下一只熊 没有下一只熊 又捐三百块 而且没有熊的CD也聚绝了 你才可以聚绝了 小鱼里边选择了 买活 那你买活的话 TNC就开心了呀 你买活的话 TNC比破路还开心 你这个时间段买活 你是唯一一个有可能 把这个局面翻回来的男人 你这个时间选择买活 那我直接就回头打盾 你买活以后 你这个时候的BKB 还剩9秒 你这BKB引过来以后 我再跟你开一波野外团 而且你小鱼买活 也就意味着 你这一下就两千块钱买了 连死了一次 再加上没有这个买活 再加上买活 然后你这没有装备 我装备领先你 就说人马选择 是直接一张TP Raven的这个蚂蚁 已经是在对方的阵中 把对方阵中给完全冲散了 已经超神了 这个Skada的德鲁伊也是 完全没有什么 我会输送到这里滚一下 临死之间配合 队友换掉了Skada的这个德鲁伊 这样的话又是一波二分三 关键是对方的两个大哥都没死 直接过来再打一波盾 刚才这波真的就是我 TNC其实看到你小鱼买活 真的比破路了还开心 我破路了的话 用一句咱们这个老话讲 叫割一路更好打 割一路更好打 但起码你小鱼还保留了 一个更新装备的可能性 你这波买活 等于直接把自己 更新装备的可能性给抹杀掉了 对方这个时候带盾 五分钟之内的时间里边 你小鱼做不出来任何状态 但是我可以利用这五分钟 时间直接带盾上你高地来 Ska的这个德鲁伊 你从这场比赛就是能明显 你看这场比赛 就是对比昨天 我对比这场比赛跟昨天 我们看这个Liquid打的 这个小鱼加德鲁伊 你就能够看到明显的一个差异 在昨天的比赛里边 Liquid的小鱼加德鲁伊 他是小鱼在拿到自己的 这个干客装以后 小鱼负责去带节奏 然后呢德鲁伊去主刷 德鲁伊去刷钱 然后当时那场比赛 德鲁伊的经济是全场第一 小鱼的经济 一定程度上来说 你可以认为是惨不忍睹 虽然说小鱼是走的优势路 德鲁伊走的中 但是德鲁伊是一直在刷钱 他在不断的刷钱 整个地图上的资源 几乎都给了德鲁伊 小鱼一直在带着队友打架 然后这样的话 你可以在小鱼经济不好的情况下 我后排有一个炮台 我后排有一个很稳定的炮台 可以去输出 但是这场比赛 你看经济 小鱼在买活了一次的情况下 他的经济仍然比德鲁伊要好 那个经济的侧重点就很明显了 所以第一波输出 全都怼了人马身上 关键Raven身上 已经是扑到了冰眼 冰眼加上大雷锤 小鱼出来怼一波 那么人马选择买活 TNC往后稍微撤一下 把自己的状态补一补 等下一波冰线 然后我仍然可以上着高底 因为我刚才这波杀你的人马 等于是一个大招都没有放 没有浪费任何的大招 直接就把你人马给队了 看见这个小鱼 开启BKB BKB出来以后 打完这波以后 蚂蚁 蚂蚁这波浇盾 还不错 IGP这波表现的还是不错的 起码还是把这个蚂蚁 一个人留在了这个高地上面 老城这里开一个大招 救一下队友 聚绝者赶紧吃一个圣坛 这波可以撤了 可以撤了 可以撤了 回头去把对方的这个 圣坛把一招放了 这波还要追酷酷吗 这个不能追啊 你追出来打的话就要团灭的 这波是被比赛中间这个中间比赛被终结掉了 冰女开一个大招掩护一下对手撤退 蚂蚁先是偷死对方的一个 Dog Vice的拉比克然后追死了一个老陈 这波目前场上的状态是一个三打二 三个大哥 而对方这个时候是一个大哥 加上一个冰女的酱油 蚂蚁还在往后跑 你不要追蚂蚁吧 你追蚂蚁好像没什么前途啊 你这两个人就算追上这个蚂蚁也打不死 输出不够的 而且这两个人身上都没有带繁衍 你追上这个蚂蚁有啥用 没有来得及就开出 没开出C这个小鱼 大鱼还追不追 人马开个大赶紧眼狐撤退 你看刚才这一波就是明显的 这个人马跟小鱼两个人 这就是头脑不清晰 这就是没过脑子在打比赛 你这两个人一直在沿着对方 刚才他们之所以往上追 是因为在这一代刚才有一个HV的眼 现在已经到时间没了 刚才他们用这个眼看到了对方蚂蚁 在往上逃的这个路线 但问题对面一个冰眼的蚂蚁 2100血 你们这两个人打不死他 首先不考虑说对面有没有大招的问题 就算对面没有大 你们两个人都不带繁衍 你们这两个人去追他干嘛 也没有宝石 也没有粉 也没有雾 也没有眼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这两个人浪费了大概 足足有将近一分钟的时间 去追着对方蚂蚁 逛了半天的街 然后什么收益都没有 你用这个时间去刷钱的话 你大概能刷个六七百块钱 出来最少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明显能看出来 这个时候就没有过脑子 在打这个比赛 完全是这种无意义的这种动作 你像对比 你像对比这个 如果说咱们对比 像服外的时候 你像对比 如果这个时候是苏玛 如果是RTC 如果是Miracle 如果是马兔巴曼 我根本就不追你 我才懒得理你呢 直接一脑子就扎到你野区里边 开始去刷了 趁着你往后跑的时间 我去野区刷一波 刷完野区以后 我直接去下路兵线来带一波 我最少这一波打下来以后一两次 一千多块钱的收入 我拿这一千多块钱的收入 我俩人不好 决业者选择是在游戏进行到 三十三分钟的时候 去做这个回音战刃 但其实这个时候 做回音战刃也是因为 实在是太穷了 下路这里人马过来一脚踩 被对方一脚踢走 但是还是被踩住了 这里给上一个赎罪 那么减速以后一套爆发直接带走 杀到对方的一个土猫 TNC这段时间 TNC这场比赛之所以打成这样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自己的一号位是一个蚂蚁 这个英雄上高的能力还是偏弱了一点 而且他们整体阵容的上高能力都偏弱 如果上高能力稍微强一点点的话 就多一个 有一个上高能力强一点的酱油 这场比赛估计早就结束了 在缺者现在是一个BKB大雷锤 然后水晶剑在包里面拿上了 水晶剑那个东西对于攻击的提升其实蛮直观的 这里在看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找到机会杀了对方一兵女 老陈给一个大招去加点血 蚂蚁往回追 这里被对方偷了一个缩地往回撤 人妈死了以后追着 这里开出BKB也开大往回逃 但是很难逃得掉 这招被对方给上一套技能直接秒 蚂蚁在这个还差一下 我这个地方我有Raven的这个操作亮了呀 Raven的这个操作太亮了刚才 Raven这个地方老陈被自己给玩死了 老陈他招的这个宝贝里面 刚才带了一个这个泥土盔垒 带了一个石头人 结果在这个老陈选择TP的时候 Raven反应非常迅速 用支配头盔支配了对方老陈的这个石头人 直接扔了一个石头 打断了这个TP 要不然的话这个蚂蚁是能够 那蚂蚁是留不住这个老陈的 那蚂蚁老陈应该是可以TP回家的 这家伙反应真的是够快的 直接一个支配支配了一个石头人 这样吧两路高低高破 有可能只要三路了这些 小鱼还有二十多秒的时间 而且这个时间是有一个塔房 你能拖五秒钟 但也只能拖五秒钟 对方拆这个塔的速度太快了 蚂蚁现在已经开始敢顶着你塔拆了 正面上这里被踩住了 斯卡拉的这个德鲁伊 德鲁伊这开启BKB 但是被对方瑞文的这个冰脸直接粘住 带走 太穷了 装备装备差距太大了 还是小鱼这过来打一拨 但是瑞文根本就懒得理你 我身上大雷锤加蝴蝶加假腿 加冰脸 我公诉快的吓人 直接是几下A死对方的这个人马 那么三路高低高破 IgV应该是要打GJ了 我们这样啊 IgV打完GJ 第一场比赛 TNC是1比0 应该说全场比赛都是在一个优势的情况下 是赞成了对手 这场比赛IgV整体的节奏 一定要总结一下问题在哪的话呢 就是全是问题 不管是从他们的前期的这个分路 以及老陈对于战场的一个支援 还有就是 其实德鲁伊在前期的发育兑现 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没出现特别大的问题 但是他们在这个分路对线 还有对于对方下路的这个钢三的压制方面做的非常非常的差 对方下路钢三的人其实真的很弱 蚂蚁加土猫加冰女 这哥仨一个比一个鞋少 但分你来一个爆发高一点 哪怕你老陈下来带着宝宝过来帮一下 前期冰女挨两三个这个大萨特的冲击波都看不住 在这样的情况下 没有人来帮这个小鱼 然后呢完全放着把这个小鱼放空 放空了以后让小鱼自己一个人去面对对方三个人 最少被在塔下强杀了两次 最少是两次 我记忆中好像是三次 不是两次就是三次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其他的路也并没有打出明显的优势 对方大鱼做出跳刀的时间也没有比你人马晚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出来对V 这个就是全方位的不足 跟对方相比真的确实全方位的不足 而且TNC这支队伍也是继承了东南亚赛区这个队伍的一贯的一个传统 就是打的凶 我在有了优势以后打的很凶 所以这个是他们一贯的一个传统 所以这样的话你一旦让这种队伍拿到优势 你是很难去把这个比赛翻回来的 好吧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先做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解说以及直播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支持 加我的柯群 52101753 也欢迎大家打赏支持一发 好了这场比赛先给大家做到这里 稍微休息给大家带来双方第二场的比赛 希望能翻回来一局吧 要不然的话真的 这个IGV就等于被人踢了一个秃头回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